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年后他回来求我 我说 滚出去 有些大爷都喜欢老牛吃嫩草 自己平常也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60岁的大爷还想要再婚30岁的女人 女人也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去接近比自己大很多岁的大爷 可是再婚第二天大爷就想逃了 都说了色字头上一把刀的 为什么大大就不能够注意一下呢 特别是那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 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害了自己 就像上面这个大爷 现在后悔了又有什么用 都已经失去一切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事情吧 希望通过这个事情能够让所有的人注意 有些东西 有些事情我们要学会拒绝呀 要不然的话真的会很惨的 不要觉得这次考验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我想说万事皆有可能 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 一起来看看这个事情 后悔了 我跟小林结婚第二天我就离婚了 一切都是我的错 希望通过我的事情能够让大家注意吧 尤其是老的人 特别是老男人 我跟小林是跳广场舞认识的 我就想不明白了 这磨年轻的人为什么跳广场舞 小林跟我说 那你有什么办法 我太无聊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公司都已经放假了 每个月只拿保底工资 然后我们这里又出不去 别人又进不来 我能怎么样 在家里面看电视看你了 然后玩手机也玩到头疼 所以才出来跳广场舞的 我又跟我丈夫离婚了 确实如此 自从疫情以后 孩子们都放假了 我也是因为这个事情 才来这里跳舞的 久而久之 我跟小林的关系越来越好了 后来小林还跟我表白了 第一次跟我表白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跟小林说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我都一把年纪了 你别拿我开涮 小林笑了笑不说话 没过多久到了 我生日小林居然带着一群朋友 来给我过生日 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开心 热魔多年了都没有人陪我过生日 现在居然有人陪我过生日 更重要的是 是小林带着那么多人过来 而且还有蛋糕什么的 每个人都对我进行了祝福 那天晚上小林不回去 我跟小林说 这么晚了你不回去干什么 赶紧回去吧 等一下天黑了就回不去了 而且小区这里有门禁的 晚上八点多了 小林还不肯回去 小林跟我说 要不我跟你在一起吧 我一个人太无聊了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很舒心 而且我觉得你是一个好男人 我是真心想跟你在一起的 我不在意年龄 本来我应该拒绝的 但是色字头上一把刀 有哪个男人不喜欢女人 有哪个男人不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 我也受不出这个考验 我想了一会 我同意跟小林在一起的 本来以为当天晚上她会留在这里的 但是她回家了 小林跟我说 那我就先回去 准备在一起的事情了 本来我也想说什么的 但是小林都走了 我说什么呢 这时候我清醒了 我觉得自己做错事情了 我这么大年纪了 人家怎么可能会喜欢我 怎么可能想跟我在一起 可是我对她挺好的 难道真的是因为这个事情吗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 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了 小林对我好 然后我就对她好 而且我对任何人都不吝啬的 经常送东西给小林 然后小林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都会帮忙的 不管什么事情 只要我能够帮忙 我都会帮忙的 很久之前小林找我借钱 我二话不说就借了她二万块钱 不久以后小林也把钱还给我了 人与人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忙 难道不是吗 正是因为这样子 我跟小林的关系就更好了 而且还跟我表白两次 在跟我表白的第二次的时候 我接受了 我以为这是幸福的来临 我以为自己会幸福的 一把年纪了 遇到这些事情应该把握 其实根本不应该同意的 后来我后悔了 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要不是我想太多了 要不是我内心作祟 我会同意吗 现在我失去了一切 在婚的那天晚上我很开心 我以为自己获得了幸福 找到一个这么好的老婆 到了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我还没有睡觉 而且我还没有进房间 原因就是她想要三次 可是我只给了一次 她不满足说我莫能耐 我都六十了 还有什么能耐啊 随后她就把我赶了出来 让我答应她的金钱要求 第二天早上小林开门了 一开门我就骂她了 我跟小林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就不给我进去 我是不是你丈夫了 当初你怎么不是这样说的 小林跟我说 我不给你进去肯定是有原因的 好了 现在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去处理 你把房子还有你的财产都过户给我吧 要不然的话 以后我们都是分开住的 白天 你别怪我对你不好 你一把年纪了 但是想想就必须要给我 因为你这样做是给我安全感 你是我的丈夫 不给我安全感的话 谁给我安全感 你把那些财产都给我了 然后我就会有安全感 不管是房子还是存款 或者说是退休金 都给我 我立马拒绝了 我跟小林说 这些事情我是不可能同意的 这个东西是我最后保命用的 我不给你的话 我就没有安全感了 要是我把这些东西给你 你又一脚把我踢开怎么办 本来我以为我还有选择的余地 没想到小林一巴掌拍过来 我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根本不可能反抗 不只是打了我一巴掌 硬是把我的头都打破了 这时候我才看清小林的真实为人 我就不应该跟小林在一起的 现在后悔了 跟他在一起不但得不到幸福 还要被他伤害 我不想把自己的一切给他 然后他就对我又打又骂 那还不是最难受的 最难受的是到中午的时候 他居然让两个男的回家 一个男的还是他的前夫 另外一个男的我不知道是谁 他们两个人强迫我把一切交出来 本来只是小林一个人的话还好说 大不了就被小林打或者说被他骂 但是又来了两个男的以后就更难受了 一开始的时候我想选择报警的 但是却没有给我机会 他们把我关在房间里面 关窗关门又不给我吃饭 那时候我想离婚了 我错了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就不应该跟小林在一起的 我就不应该犯糊涂的 以为有幸福 没想到却搭上了自己的一切 难怪小林会跟我在一起 原来是为了我的房子 为了我的一切 可能你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夸张 可是却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面的 这个事情让我进退两难 不交出一切小林不肯放过我 要是交出一切了 我以后怎么办 我的孩子又该怎么办 我把一切交出去了 小林肯定会一脚把我踢开的 要是不把这一天交出去的话 小林现在就不放过我了 这房子怎么说也价值两三百万 然后我的存款还有所有的钱 加起来也有好几十万 如果全部都交出去的话 孩子会不会恨死我 孩子那么辛苦赚钱 全部东西都不留给他的话 他以后会给我养老吗 可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到晚上的时候他马上就来打我了 把我打得哇哇叫 还把我给打流血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错得多厉害 老人真的不能够贪心 真的不能够糊涂的 特别是老的男人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拒绝 要不然的话你会后悔的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有哪个女人会主动跟我在一起的 是不可能的 跟你在一起都是有原因的 就像小林跟我在一起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爱情 我以为自己会幸福的 没想到却因为这个事情让自己后悔了 之后我选择离婚 钱我不能够全部交出去 全部都是给一半 怕的一声打了我一巴掌 小林打我还好 但是不是小林打我 而是小林的前丈夫打我 我才知道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 估计就是为了夺夺我的一切 要不是我太天真的话 要不是我太糊涂的话 会是这个结局吗 真的后悔了 可是已经晚了 结婚第二天我就选择离婚了 我也不想这样子的 我是没得选择 如果我不选择离婚的话 我这辈子就毁在这里了 最后我选择离婚 手上夺走了我的一切 存款三十多万 再加上房子的一半 希望上次离开了 但是我的房子已经分了一半给他 我借了几十万给他 然后又抵押了两辆车子 之后这个事情才结束 很多人说可以报警处理 这个事情怎么报警处理 因为我跟小林是夫妻关系 真的离婚了 然后把这个东西给小林作为补偿 而且我又没有证据证明是小林打我的 更重要的是小林威胁我 如果我敢报警 如果我敢找别人来处理这个事情的话 他以后不会放过我的 不但不放过我 还会因为这个事情来麻烦我的孩子 我自己受苦受难受罪就算了 我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害了孩子 我也只能够哑巴吃黄连 很多事情都很无奈 我也不想这样子 但是没办法 所以老人一定要受得住这些考验 尤其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对你的考验 要不然的话 你也有可能会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女人 不会不介意女人跟你在一起的 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啊 还不是另有所图吗 不是你的钱就是你的房子 就一句话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一个女人 跟你在一起肯定是有目的的 千万不要显得太天真 要不然的话也会像我这样子的 我后悔啊 被打了一身伤 然后又失去了自己的财产 一半就连房子都没有了一半 现在还欠了几十万 又不是我 太那个的话 现在也不会这样子很后悔 我错了 可是一切都回不来了 我希望通过我的事情 能够让所有的人注意 我知道你们肯定很想笑 你们爱笑就笑吧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在笑完以后 能够注意这样的事情 不要这样的悲剧发生的 这样的悲剧发生在我身上就好了 你们不要再这样子了 我希望你们能够注意 老牛吃嫩草的还不一定是大伯 也有可能是大妈们 虽然说现在恋爱是自由平等的 但是也要实事求是啊 千万不要像文章中这个大妈这样 失去一切 连夜逃跑 这个能怪谁呢 要怪就怪自己吧 希望通过这个事情能够提醒所有的人吧 做事情一定要实事求是 特别是在找对象的时候 否则你也会像这个大妈这样下场的 也许你觉得很可笑 自己绝对不会那样子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事情的 你不注意的话 很有可能你也会成为这样子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错了 我害了我自己 希望通过我的案例能够提醒所有的人吧 做事情一定要实事求是啊 千万不要太理想化 要不然只会害了你自己的 我相信很多老人都有找对象的想法吧 包括我在内 我也有这种想法 孩子住觉得很费劲 不但麻烦他们 而且在他们那里做保姆 自己很累 所以我不怎么想跟我孩子住了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是不会给他们住的 我之前跟他们做过一段时间 那时候我生病了 在他们那里受苦受累受气 受苦受累受气也就算了 还要掏出自己的钱 我哪里有那么多钱 我有这个钱还不如自己过 为什么要在那里受苦受累受气 这也是很多老人不跟孩子住的原因吧 宁愿自己住也不跟孩子住 然后自己住就会觉得无聊 一旦无聊就会有其他想法 比如说再找一个对象 无聊的时候什么都会想的 找对象的想法我不相信你们没有想过 其实有些人敢想不敢做而已 而我比较勇敢 我选择了搭火锅日子 每个人都想找一个年轻帅气的 包括我在内 我也是这样子的 很多人都觉得我太天真了 觉得我这样子不好 可是我也是一个女人啊 我想找一个年轻帅气的怎么了 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年轻帅气的男人 反正我喜欢 然后我遵循了自己的内心想法 我找到了一个比我年轻接近二十岁的男人 比我小二十岁 我叫他小鲜肉 这没问题吧 我孩子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过来跟我吵架了 他们觉得我过分了 就算不想跟他们一起住 也没必要再找一个对象 更加没必要找一个这么年轻的吧 人家跟你在一起 未来是什么 还不是为了你的钱吗 我觉得不可能 人家跟我在一起肯定是真心相爱 人老了以后想法都很天真的 我不顾一切 不管孩子怎么说 我都选择跟小球在一起 小球一开始的时候是来照顾我的 慢慢的我们两个日久生情 然后我就想跟他在一起了 他也有这个想法的 他从小就没有母亲 他说我对他很好 跟我在一起感受到了一种 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感觉 也有可能是我 也有可能是缺失的心理感觉的 反正他也愿意跟我在一起 然后我就跟我的孩子说 小球都愿意跟我在一起 你们又在意那魔多干什么 你们又没有空陪伴我 为什么不允许别人陪伴我 我孩子跟我说 虽然我们没有时间陪伴你 但是你也不能够找一个 这魔年轻帅气的 要是其他的话 或许可以考虑一下 这魔年轻帅气的绝对不行 他跟你在一起肯定是有原因的 不管孩子怎么说 我都选择跟他在一起呀 不过我跟我的孩子做了保证 我只是跟他搭伙过日子 等以后合适了再结婚 我的孩子看到我主动退让了 他们也没有说神魔了 就这样子我跟年轻帅气的小球在一起 我觉得老人也有自己的选择的 哪怕一把年纪了 也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的 难道不是吗 谁说年纪大了就不能够找一个年轻的 那些男的七八十岁找一个二三十岁的 不是很多吗 相差了几十岁这都可以 我就相差不到二十岁的不行吗 而且这件事情是你请我愿的事情 他也愿意跟我在一起 这没问题吧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笑 因为我却觉得人家只是羡慕而已 我也以为自己得到幸福的 我们两个人都不在意别人怎么说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我错了 再过去半年而已 我就失去一切了 我跟小球在一起的时候 小球不断地索取我的东西 我一把年纪了 根本熬不住他的折腾 不给的话他就折腾 久而久之力不从心了 然后我就同意了 把房子过户给他 得到房子以后又开始要我的工资卡 我跟他说 生活费我都已经给你了 为什么要我的工资卡 我每个月退出工资七千多 都已经拿出四千块钱做伙食费了 还想怎么样 四千块钱还不够吗 如果不够的话 我可以再跟你要我的工资卡的话 我就没有安全感了 小球跟我说 我要你的工资卡也是给我们安全感了 你年龄比我大一点 说一句不好听的 万一有一天你离开了 那我该怎么办 要是没钱的话我还要不要过 你觉得你的孩子会对我负责吗 不用你说我心里面明白得很 他们肯定不管我的 我这魔作还不是对我们负责 你也不想我以后过得很惨吧 所以我才让你把所有的给我的 恋爱中的女生都是盲目的 我居然相信了这样的事情 我以为她是真心跟我过的 别说我了 如果是那些再婚的人也会这样子的 刚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特别甜蜜的时候 你就会鬼迷心窍什么都同意的 说白了 人家说什么你都会相信 哪怕是一句很明显的假话 你都会信以为真 我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就把工资卡给她了 不但是把工资卡交出来了 居然记得存款也交出来 慢慢的我把所有的都给了小球 而我却觉得小球是跟我好好过日子的 所以我也没有在意那么多 也没有想那么多 只要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就行了 反正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确实很乖了 她跟我在一起的快乐 就连我的孩子也给不了我 甚至有时候我觉得小球比我那些孩子还要好 我那些孩子虽然条件挺不错的 可是让他们回来陪我比登天还要难 除了过年的时候能够见到以外 其他时间根本看不到我的孩子 哪怕之前我生病需要照顾了 他们也没有回来 只是让我找别人照顾 就给了我一点钱而已 一把年纪了 在意的并不是钱 而是一个陪伴你的人照顾你的人 小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 陪伴我 照顾我 所以我才把一切交给他的 我以为会得到幸福的 没想到半年以后我后悔了 小球拿走我的一切以后 居然带其他女人回来了 一开始的时候小球跟我说 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朋友而已 她刚来这边找工作没有地方住 就在家里面住吧 因为这个事情我跟小球吵架了 我容不下家里面有其他女人 我跟小球说 是我跟你在一起 又不是那个女人跟你在一起 你可以给钱让那个女人去旅馆里面住 或者说住酒店都可以 反正我就不要让那个女人在这里 小球跟我说 人家是我的朋友 我都答应让人家留在这里住了 你不同意吗 你不同意也没有用 这房子是我的 这时候我才看清楚小球的真实面目 这时候我如梦初醒 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当初我鬼迷心窍 把一切都交给了小球 我以为这样子会幸福的 现在才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 这套房子再怎么说 也价值一百多万了 然后我的存款三十多万也给了小球 就连自己的工具卡也交出去了 现在我还有什么 你难怪当初我的孩子怎么也不肯同意 我跟小球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还天真的相信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完全是因为感情 现在才知道根本不可能有感情的 只不过是交易而已 而我就是被害的一方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的 房子不是我的了 存款也拿不回来了 那天晚上小球直接跑到那个女人房间里面去了 还因为这个事情跟我闹起来了 我一把年纪的直接被他气晕 他也没有送我去医院 而是直接把我放到房间里面就算了 要不是我身体好的话 可能我就熬不过这一关了 等第二天我好一点以后 我开门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是一对 而我就是局外人 也难怪 我孩子怎么也不同意 原来老年人搭火锅日子是绝对没有幸福的 当初我还想跟他再婚 再大破过一直半年而已就出了这些事情 如果不是我把一切交出来的话 或许还能够过一段时间的 现在我的一切都给了小球 我对小球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所以小球才会这么明目张胆地对付我的 真的后悔了 完了 第二天晚上 那个女人还在 我受不了了 我直接跟小球撕破脸皮了 我跟他说清楚这个事情了 在这个家有我摸他 我希望小球能够回头的 没想到我却被打了 这时候我才彻底地清醒 回不到过去了 我已经失去一切了 小球还想把我关到房间里面 你不给我走不给我走的原因 就是我在这里的话 他每个月都能够拿七千块钱 要是我离开了 到时候我肯定会不卡的 然后我就不会再拿到那些钱了 他要囚禁我 吓到我连夜逃跑 我去了 我不知道第二天我选择报警了 可是什么都拿不回来的 钱是我给他的 房子也是我过户给他的 最多只能够把我的工资卡补过 我错了 我就不应该跟年轻帅气的小鲜肉 搭伙过日子的 我害了我自己 希望通过我这个事情 能够让所有的老人注意吧 不管是谈恋爱还是再婚 或者说是找对象都一定要实事求是 否则你也会像我这样子的 你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 甜蜜的时候 你就会鬼迷心窍地交出自己的一切 其实人家的目的就是你的一切并不是真心跟你过日子的 好好注意这个事情吧 别太天真了 我如果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我根本一开始就不会选择开始 现在这个结局我都不知道我究竟哪一步走错了 我相信很多老人都有搭伙过日子的想法吧 还是要想清楚呀 谢谢您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 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接受视频通知